我们今天来吃台湾的乳肉饭 马六甲的这一家 靠近马令的这一家乳肉饭 朋友介绍说很不错 我们过来试一下 感受一下台湾的味道 不小但是也不大这个店 就是普通的就是这样 然后在路口 马令过来一点点路 交通挺方便的 现在挺热的 但是客人不是很多 现在还没到饭点 客人不是很多 上面都是台湾的 看看啊 这是我们菜单是吧 在上面的 芋圆冰的台湾的 是吧台湾小吃 乳肉面乳肉汤 面馅乳肉饭 哇都是我爱吃的 先来个台湾芋圆冰是吧 这两个啊 一个是芒果的 一个是招牌的是吧 十块九和八块九 招牌的是八块九 是这样的 小孩的料挺丰富的啊 先点两分冰 别的先慢一点 艾米你知道台湾在哪里吗 你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你知道台湾是什么地方吗 你不知道啊 老师没有跟你说过啊 那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啊 台湾有什么好吃的 吃过芋圆的 啊对的 这么可怜的啊 芋圆都没有吃过是吧 就是这个机器专门做的这个爆冰 然后加芋圆各式各样的料 就是这样 啊好的谢谢啊 我们等着啊 都是每一点每一份都是现点现做的 招牌的台湾乳肉饭十块九 它这里有照片的 就是这样子店长推荐 好像很不错啊是吧 有肉还有酸菜的 看咸菜的 这就是正宗了是吧 然后它这里是肉造饭 然后猪 卤猪脚饭 鸡排饭 盐酥鸡 猪排饭 都是在十几块钱左右 这是饭类的 看看还有什么啊 这是卤肉面 对差不多的就是 它是拌面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面也可以啊 焦头一样的 所有的饭变成面了 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是 柯仔面线 我二宅是不是啊 台湾人是怎么叫的吗 好像也挺不错的是吧 就是这样面线的 就福建台湾 吃这个比较多啊 然后乳肉面汤 这是汤面汤面类的 刚刚是干拌的 就是十几块 就是比比那个干拌的面饭 贵了一块钱 哇这么重 这个是招牌的烧鲜炒 有红豆 有芋圆是吧 这样的哇很棒哦 桂林糕 这个是仙草 这是珍珠 这比你珍珠奶茶里面多多了 你一杯珍珠奶茶 没多少 没多少这个珍珠啊 看这么厚 哇好爽好爽 谁先来这个 这是芒果的芋圆是吧 这是招牌的两个 馅料都是满满的 这个看看 一个是水果味的 好吃都有珍珠什么样的 是吧 这顶上就是这样 来 就看不到冰了 这一块上来 你们俩那边 啊 是的 待会交换来吃吃啊 鲜炒它有点骨子了 这个是水果 芒果它就爱吃 你把冰下面拌一拌 你把冰拌起来就好吃了 Emily 爹地再问你一下 这是哪里的 还不知道 台湾知道吗 一个非常 非常美好的 美丽的地方 知道吗 来 我大女儿这个 拌一下 哦已经拌好了是吧 哇就有点 就是这样 它冰也抱得很细的 有点现在变成糖水的感觉了 是吧 拌在一起好吃 它下面有糖啊 怎么样的 解暑啊 外面挺热的是吧 清凉解暑 就一口接一口 它下面的椰糖很好吃的 是吧 拌的这个椰糖很香很香的 超好 在椰糖拌什么都好吃 在上海吃的时候 就是没有椰糖 像我们上海的这个是不放 不是放椰糖的是吧 所以这味道就少了一点点味道 还放椰糖好吃 啊 又来了小朋友看 小朋友都是超爱这个店的 点了三份主食是吧 鸡排点了吧 点了是吧 看看一共52块钱 两份饭 卤肉饭 卤肉面都是10块9 鸡排特大鸡排 看有多大啊 也是10块9 一份猪脚面汤汤面 15块是最贵的是吧 一共就是在家10%的服务费 就是52块钱 两个加一起 七十七十多块钱 这是一份乳肉饭 哇 它量还挺大的 是吧 一份饭给的 看看 这就是台湾乳肉 豆腐干 鸡蛋 还有咸菜 酸菜 这是一份蒜蓉辣酱 再过有档档 啊 档档吗 肥的贵 你知道吗 瘦肉是便宜 最便宜 知道吗 吃这个 味道还挺香 啊 味道挺香是吧 哦啊 这是10块9的炸鸡排 是挺大的啊 超大鸡排 来 Emily 做手工呢 是不是啊 她吃完饮料 别的都不管了 哈哈 都 别的对她来说 都不是很有吸引力 一个人吃的超满足的 他家量还可以 啊 量挺多的 是啊 都是你看 都是带小孩子来的 所以 如果你性价比不高 生意也没这么好 是吧 一会会坐满了 给大家赚一圈啊 就是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只有一桌是吧 没多少时间 哎 豆腐家已经已经坐满了 这是我的猪脚面 汤这么浓啊 有点像拉面的感觉是吧 汤头这么浓啊 这个是干拌的 干拌的这个 滷肉面 是吧 量真的挺多的这个肉 只看到肉了 真的是 我这份还满和我心 应该瘦肉多 啊 是的 这么瘦肉多是吧 你喜欢吃瘦肉 这份是我的猪脚 这面汤很厚哎 真的是 很浓哎 哇 哇 这猪脚给的这么多啊 看 整整好几块 鸡蛋 就是这样 需要吃一下这个汤头啊 这面条 这是手工面 厉害厉害厉害 哇 这个看 这面汤 浓稠的不得了 一看就知道花了 很用心思去熬的这个汤 我们在那个夜市上 没经常买炸鸡排的是吧 今天夜市上也买了十几块钱一块呢 啊 艾米尼爱吃的 炸的他也爱吃 冰的也爱吃 这边麻辣汤没 不是麻辣汤 麻辣香锅没试过是吧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这边呢麻辣香锅 我刚才问了一下 我们是没吃过 我问了一下 小伙子他说这里是带麻的 有中国口味的 是一百块钱 六块九 就是这样 它的品种还挺多的 就是肉啊 什么都是一律 都是六块九 猪肉 培根 香肠 蔬菜也是的 也是就是一律 都是六块九 一百克 这里海鲜 虾也是的 哇 这个倒还挺那个的 有的都是分的 对吧 就是分 荤菜多少钱 这边都是一律 就是六块九 一百克 下次可以试一下啊 麻辣香锅的这家台湾 小吃怎么样 还不错的啊 面跟饭 面跟饭还挺好吃的 是吧 可以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欢欢口味是吧 虽然我们没有去过台湾 但是好吃 我们是知道的 下次去台湾对比一下啊 那 那么多客人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的小妹妹好可爱啊 拜拜 拜拜